母乳喂养是目前公认的最佳喂养方式,作为营养师,我一般都会建议妈妈们至少母乳喂养6个月,但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不是一进行母乳喂养,这时就必须借助配方奶进行喂养,但充奶粉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实际上,很多新手爸妈,甚至于而达人最容易在这件事上出错,特别是关于冲奶粉的适宜温度这个问题。 有人说冲奶粉要用40到50度的水温,以避免营养损失,而有人则坚持用70度的水冲条,以上面细菌。 那么,冲条奶粉到底用多少度的水温比较适宜呢? 今天我就来谈谈这个问题,40到50度就是冲条奶粉的最佳水温,目前,绝大多数妈妈选择,用40到50度的水冲条奶粉。 这也是很多奶粉供应商推荐的冲条温度,最主要考虑到能最大程度的保留奶粉中的营养素,因为温度过高,可能会破坏里面的活性成分,致使营养成分被破坏。 比如维生素C,益生菌等,但从安全的角度来说,这样做是否妥当呢?答案是否定的。 配方奶粉不是无菌产品,首先大家要意识到,虽然很多产品号称高温液菌,但大多数奶粉并非是无菌产品。 实际上,在生产加工的过程中,奶粉很可能会感染携带一些病原菌,其中影响最恶劣的要数把蹄肠杆菌和沙门氏菌,它们严重威胁着因幼儿的健康,甚至可能导致死亡。 大家可不要小看这两种病原菌,加拿大,法国,韩国,英国和美国等国家都曾爆发过与配方奶粉相关的板齐肠杆菌,或沙门氏菌感染世界,影响十分恶劣。 尽管每个年龄阶段都可能感染板齐肠杆菌,但小于一岁的婴儿来说是最为危险的,特别是新生儿和两个月以下的婴儿。 另外像早产儿,低体重婴儿小于2.5千克,或面移地下婴儿也是重点关照对象。 因此,对于宝宝们,尤其上树类型的宝宝,奶粉的冲调方法十分重要,一个不慎就可能造成严重后果。 用多少度的水温可沙灭病原菌? 2007年,世界卫生组织在其颁布的安全具备,住存和操作婴儿配方奶粉指导原则中明确指出,一般来说,建议受感染危险最大的婴儿,使用无菌的液态婴儿配方乳。 在没有液态婴儿配方乳的地方,使用不低于70度水,调配婴儿配方奶粉,可显著降低危险。 最大限度缩短从配置到食用的时间,以及将配置的未养液住存在5度以下,也可降低危险。 从科学的角度来说,一般70度以上的水温,就可以杀灭板西肠杆菌和沙门氏菌。 但这个温度,不就破坏了奶粉里面的营养成分吗?该怎么办呢? 其实早在2006年,世界卫生组织就已在专家会议中通过数据证明,高温普遍只对奶粉中的维生素C有影响,而对其他的营养素的影响基本可以忽略。 同时,厂家为了弥补这种损失,所有干的配方奶粉,其微生素C的实际含量都会高于标注的含量,或者高于婴儿配方奶粉标准中的最低标准。 因此,妈妈们根本不用担心奶粉营养被破坏。 如何保证水温不低于70度呢? 当水煮烧开后,在30分钟以内冲调奶粉,一般就能保证水温在70度以上。 妈妈们可以用流水或置于凉水中适配方奶迅速降温,然后再给宝宝食用就可以了。 另外要记住,使用过的奶饮牛气,如果是预先分别使用独立的奶瓶冲调一匹奶,然后分次给宝宝喝,可以在冲调冷却后,保存在低于5度的冰箱内冷藏,时间不超过24小时。 如果是至于是温下的乳汁,两个小时后就不要再给宝宝喝了。 40-50度水温冲调的配方奶宝宝能喝吗? 喝倒是没问题,只不过有几个需要注意的问题。 首先,你要能保证配方奶粉能够符合微生物相关标准,不被板气肠杆菌和沙门氏菌的污染。 其次,板气肠杆菌和沙门氏菌的污染也可能发生在泡奶的器具,煮勺,搅拌器,奶瓶,奶嘴等或配置的环境之中。 所以,一定要对泡奶的器具,进行严格消毒。 满足以上两个条件的话,使用40-50度水温冲调奶粉问题也不大。 进PGC Card, PGC-CARD-HREF, Text Decoration, None, Outline, None, Display, Block, Width 100%, Height, 100%. 进PGC Card, PGC-CARD-HREF, Have a Text Decoration, Long PC, 两世新, PGC Card Box Sizing, Border Box, High 164PX, Border, Exceled, 181818, Position, Relative, Padding, 20PX-94PX, 12PX-180PX, Overflow, Hidden, PTC Card, After Content, Display, Block, Border Left, Exceled, 181818, Height, 120PX, Position, Absolute, Right, 76PX, Top 20PX, PTC Cover Position, Absolute, Width, 162PX, Height, 102PX, Top 0, Left 0, Background Size, Cover, PTC Content Overflow, Hidden, Position, Relative, Top, 50PX, WebKit Transform, Translative, -50PX, Transform, Translative, 50PGC-C-O-N-T-T-I-T-L-E, Font Size, 18PX, Color, 頂222, Line Height, 1, Font Width, Bold, Overflow, Hidden, Text Overflow, Ellipsis, White Space, Rep, PGC-C-O-N-T-E-N-T-D-E-S-C, Font Size, 14PX, Color, 頂224, Overflow, Hidden, Text Overflow, Ellipsis, Padding Chop, 9PX, Overflow, Hidden, Line Height, 1.21M, Display, WebKit Inline Box, WebKit Line Clamp, 2, WebKit Box Orient, Vitical, PGC-C-O-N-T-E-N-T-P-R-I-C, Font Size, 22PX, Color, 頂85959, Padding Chop, 18PX, Line Height, 1.21M, PGC-C-C-A-R-D-B-O-Y, Width, 75PX, Position, Absolute, Right, 0, Top 50PX, Color, 頂401599, Font Size, 14PX, Text Line, Center, PGC-C-B-O-Y-T-E-X, T-Padding Chop, 10PX, PGC-C-I-C-O-N-B-O-Y, Height, 23PX, Width, 20PX, Display, Inline Block, Background, URL, HTTPS, S-Lin, State PCOM-PGC-VR-PGC-TPL, Static Image Commodity by F2B4DA, PNG, 不过很多时候,我们比较难判断奶粉是否符合标准,毕竟在安全可能也有路网之余,所以总的还是建议大家慎重行事, 如果你坚持要使用40-50度水温冲调的话,首先要保证严格消毒冲调奶粉的工具,其次是冲调好就立马食用,不得存放 总结一,如果是担心安全问题,两岁以下的婴儿,特殊的婴儿,建议使用不低于70度的水温冲调奶粉 二,如果是较大的宝宝,奶粉又符合规定,那么可以用40-50度的水温冲调奶粉,冲完立马也用完 三,如果是含有益生菌的奶粉,建议用40-50度的水温冲调 四,从安全角度,用不低于70度水温,比40-50度水温冲调更安全 从营养影响角度,两个温度差不多,只是妈妈是一个有爱有温度的母婴健康管理平台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访问TTnews.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